欢迎露露 哈喽哈喽 好 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和现场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同打一个招呼吧 哈喽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原原白露 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深圳 也非常可以 非常高兴可以见到这一次 Hourglass光和露台快闪电的开幕 我相信每次露露登场 都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对不对 我们会发现 今天很多讽刺朋友们是早早的 就来到现场了 一直是很热情 还有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 都在热情的互动和刷屏当中了 那据我了解 这是露露在二三年兔年 第一次线下和朋友们来见面 是的 首飞 首飞是不是 那我问一下露露 我们都说迎接这个崭新的一年 那面对二年二三年的兔年 你有没有进行哪些比较特别的活动 来迎接崭新的一年呢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最近就是还是在 以爱为因的拍摄当中 然后兔年的话 前面拍的《场面静明》 以爱为因 还有你和如梦 应该都会跟大家见面 大家期不期待 期待 确实啊 说到露露的每一个剧名 大家都是如数加珍的 但是呢 我还是要替粉丝朋友们问一下 那接下来 还有哪些的动态 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杀青之后 下个月杀青 基本上 然后杀青之后就有 拼一轮跑男的录制 然后会进 哇 剧透啊 这是剧透吗 不好意思啊 那这个反正也卡不了 没事 然后就是下一部戏了 嗯 好的 那其实大家会发现 刚才露露说到呢 最近一直是忙着 以爱为因的拍摄 我们知道在新剧当中 露露扮演的是一个 叫郑舒逸的记者的角色 我突然发现 今天很多人拿着长枪短炮 你们很有当记者的潜力 那大家会发现呢 其实拍戏的过程呢 每天还是挺忙碌的 但是大家会发现 Hourglass和露露 一直是缔结了 非常深厚的友谊 那今天作为品牌 代言人的身份 来到了Hourglass 我们今天的 雾光粉底液的开合首发 那身份的一个变化 包括和Hourglass 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你对于我们的品牌 包括当初合作的器械 有哪些的感受 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是非常荣幸 也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Hourglass 一直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品牌 因为它一直秉持着 创新的理念 在做产品的研发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宝藏单品出现在我们面前 还有一个值得说的是 Hourglass 一直是一个 非常动物友好的品牌 就是它一直坚持在 产品研发和生产的过程中 不去伤害动物 而且和动物权益组织 一直保持着长期的合作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还挺有意义的 果然是品牌代言人 了解的比我都透彻朋友 就像露露所说的 Hourglass 一直在坚持动物关怀理念 而且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当中 均采用的是纯素配方 正是每一个生命的价值 那最近其实刷了你的微博 发现 大家被你刚刚发布的 Hourglass全新的 我们今天的 雾光粉底液的一个宣传片 所深深的美到了 那我发现 这个主题它叫做 光合作用 那对于这个主题 露露感觉怎么样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宣传片的主题 就是我们 它叫我们的光合反应 它其实就是讲述 在不同身份 不同年龄的女性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就不光是自己 内心的感受也好 包括一些外在的 表达展示也好 其实这个宣传片 它就是想要呈现人们 内在的光和外在的光 两者去碰触 去产生那些奇妙的反应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确实 我看到露露在宣传片当中 也说了一句话 说其实是每次 当你在进入角色的时候 就是光束开启的时候 那大家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光合作用 在你平时的工作当中 也是挺微妙的 因为有的时候 你和角色的一些 灵感的启迪 包括你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和角色的交流 它也像在进行着一场 光合作用 那露露感觉 平时在拍戏过程当中 这个光合作用 给你带来了哪些的变化 和哪些的感受呢 其实你每天都在和角色 去进行光合作用 你每天都在过 这个角色的人生去经历 可能你没有经历过的 一些事情 去感受 它的情绪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 那你感觉说 在最近的这个拍摄当中的话 那现在拍的这个角色 和以往来比的话 在光合作用上 有没有哪些 其他的不同之处呢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郑书役就是比较 就是感觉很多事情 可能我在平时生活中 说一些话 可能就会觉得 哎呦 有点嗦嗦的感觉 有点 有点奇怪 但是这些台词 和这些动作 放在郑书役这个角色身上 就感觉 挺自然的 我觉得这就是郑书役 给我带来的一些 光合作用 我觉得刚才露露说的 挖掘了我可能 自己平时 就不会去表现的一面 可以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光合作用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也是 忠心地能够祝福露露 就像光合作用下一样 和角色一同 欣欣向荣 共同地成长 那大家呢 在观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 我看了很多人评论都在刷 说被白梦炎美到了 所以呢 我想要问一下露露 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比较难忘 和有趣的事情 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 这支宣传片的拍摄 非常的顺利 首先也是见到了雅瑟姐 初次见面 然后合作的也非常顺利 然后这一次宣传片用的 就是我们全新的这个 雾光粉底液新品 这个新品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它上脸以后感觉很细腻 很清透 然后那个光一打去棚里面 在那一站就感觉 整个妆面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就是效率也很高 出片率也很高 我觉得这也是 大家会喜欢的原因吧 我感觉刚才露露说的 她今天来到现场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会 因为大家会发现 这么近距离的观看露露的皮肤 是非常的细腻的 而且确实是我们今天 没有给我修好看一点 行 露面的效果 让你刚才跟大家说了 拍照多拍好看一点 多出一些片 给我修修一点 谢谢 好 那其实刚才露露说的非常棒 就是今天我们的Hourglass 带给大家的这个 雾光粉底液 它的这个雾光妆面 大家可能听起来 非常的新颖 因为之前可能大家会感觉说 底妆如果化不好 会感觉有些过于的油亮了 那在这儿 作为品牌代言人 我要替品牌考考露露啊 那这个雾光妆面 你感觉它所传递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视觉效果呢 这个雾和光代表的是什么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个稍微有做一点功课来 那雾呢 它可能就是在隐匿瑕疵的同时 做到脸上没有油光 呈现一种很高级的 清雾面质感的妆容 那光可能就是 感觉像肌肤天生的一样 就是从内而外 透出来的那种健康光泽 我感觉露露更适合 当今天的主持人 说的真的比我还要好 功课做得还行 功课做得太棒了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这个雾面妆容呢 其实你会发现 它更像是还原大家肌肤 本真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 在细腻当中是通透 在通透当中呢 为大家带来是 很多的一个细节的处理 那我们知道啊 平时露露在剧组当中拍戏嘛 那经常可能是这个 戴妆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有的时候拍个夜戏啊 或者有的时候 来不及改妆的话 那其实对于这个 底妆的选择还是挺严苛的 那用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雾光粉底液之后 你感觉在持妆效果方面 给你带来哪些的感受呢 但是其实我的肤质 有一点不同 我属于那种中性皮肤 就是我其实不怎么 本来就不怎么卡粉 但是用了我们雾光粉底液之后 就更不卡粉了 那天其实拍了挺长时间的 那个宣传片 但是一天下来 就感觉也没有浮粉 也没有卡粉 就整个脸非常的服贴 还真的挺好用的 大家想不想用 它的雾面效果 我觉得最近 这也是一种审美吧 就最近感觉 大家就没有说 想要那种水光机的感觉 现在想要往高级 雾面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还是挺推荐 大家用一下这款粉底液的 我突然感觉 被露露已经种草了 朋友们 恨不得现在立马 就拿来一瓶来试一试 那就像刚才露露所说的 今天我们的Hourglass 带给大家的这一款 雾光粉底液 除了在持妆方面 非常的这种均衡 而且非常细腻之外 其实对于很多 化妆的新手小白来说 也非常的友好 因为大家会发现 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 如果第一步 底妆没有上好的话 可能过了一会儿 这个肤色油明变暗 然后由清爽变得油腻了 那在用了雾光粉底液之后 在这种颜色 包括说出油的这种方面上 露露感觉怎么样呢 在它的一些细节方面 对 它是上脸就很好推开 然后很清爽的一款粉底液 它又不会让你觉得 妆感很厚重 对 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而且相信大家平时呢 也是经常关注 露露的微博的 有非常多平时的自拍 大家喜不喜欢 很多人都在底下会说啊 露露平时的妆造 也是非常的百变 那平时在这个化妆的过程当中 既然今天咱们的新品呢 是和粉底液 雾面粉底液 它是和底妆有关的 那在这儿 我们也有请露露的化身一个 这个美妆达人 和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呢 在使用这款我们今天的 露光粉底液 在上妆过程当中 有哪些的技巧 或者有哪些的心得 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合作了 我有这么多活动嘛 然后我的化妆师 我也合作了好几个化妆师 我会发现 我跟大家讲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这个化妆步骤 就我本来就是按照我们平常 就会先打底 然后化眼妆 化眼线 但我的化妆师 他们全都是先化眼妆 化完眼妆之后 你先润一下你的皮肤 然后化完眼妆之后 你再去上底妆 这样会更好一点 然后在上底妆的时候 你可以在海面带上 稍微地喷一点水 这样会更加地服贴 大家记住了吗 我突然发现 就是今天 干得到了一个 新的化妆的顺序 先化眼妆 之后再化底妆 眼妆化完了之后 再化底妆 然后底妆的时候 如果用了今天 Hourglass这款 无光粉底 那就更好了 它平时你刚才说 是在海绵带上 轻浮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 比如说颜色不均匀啊 包括说颜色 会和肤质不贴近的 这种现象吗 会会会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 之前的一些 对吗 那用了Hourglass这款之后呢 就完全没有 哇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对 很好用 因为今天我感觉 露露整个人带给大家 就是除了平时 在剧组拍戏 非常的认真 我今天用的就是 今天用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底妆谈品 对不对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平时在化妆方面 有技巧之外呢 还有就是 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露露的一些作品啊 那平时呢 在这些和角色的 互动交融当中的话 刚才你也说到过了 它其实就像是一种 光合作用 其实呢 最早关注露露 大家可能通过 像《周生如故啊》 包括我们今天前面 之前播过的 《半是甜蜜半是商啊》 还有现在 《半是蜜糖》 《半是蜜糖半是商》 然后还有正在拍摄的 我们今天的《以爱为营》 每一个角色 如果让你来挑选的话 这些角色当中 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几个印象都 我其实 他们都知道 我对我每个角色 都挺上心的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 每个角色 对我来说的意义 都不太一样吧 那可能 其实《以爱为营》 就是我觉得 想要 心情好一点 想要这段时间 是一个放松的心态 然后就接了一个 这样一个比较轻松 比较欢快的一个剧本 可能后面 我可能就是想要 挑战一些 可能 主旋律啊 这种比较厚重质感的剧本 对 大家期待吗 期待想要的都会有的 其实我相信大家 非常期待的是 可以看到 露露在迎评当中 能够塑造一个又一个 不同的角色 带给大家呢 这种角色 有的时候她是一种心灵的共鸣 因为很多人会说 在露露的角色身上 似乎看到了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子 或者自己渴望成为的影子 那这个当中呢 就像我们今天带给大家 我们的快闪电 叫做光河露台一样 代表着光芒 沐浴着阳光 其实呢 大家知道吗 今天 光河露台 哇 其实今天啊 露露也是今天 光河露台的第一位参观者 刚才来到我们快闪电当中 感觉怎么样呢 和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哎呦 倾上了不好意思 这里面的光真的很好 排出来真的 很漂亮 对 哎呦 吸不动了 记得给我 记得给我凶一下啊 记得给我瘦一下啊 嗯 好的 那今天呢 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呢 都是在直播间当中 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 那还请露露和我们现场 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 再来分享一下 还有哪些话 要和大家来说 对 非常开心 今天可以来到这个光河 光河露台 快闪电的开幕 非常开心 可以叫大家 希望大家都好好生活 生活愉快 然后身体健康 要多多支持我们的Hourglass 嗯 好 非常感谢露露 而且我知道露露 其实今天呢 是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对 一会儿在直播间 还有我准备的礼物 所以 希望大家 对对对 不要不要换台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守候在 我们今天Hourglass 天猫小黑盒的 官方直播间当中 有更多的惊喜福利 带给大家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有请露露和我们 今天到场的来宾 一同见证 今天Hourglass 雾光粉底液 天猫小黑盒 首发的点亮仪式 好 我先来帮露露 拿着我们的话筒 那接下来的话呢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 优比利中国总经理 罗燕 欢迎您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 天猫美妆总经理 阿布 欢迎您 同时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Hourglass 中国品牌负责人 三米唐 欢迎您 好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天猫小黑盒负责人 飞丹 欢迎您 同样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天猫美妆大客户 及奢美线负责人 Amy 让我们欢迎各位来宾 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 好 现在请我们的各位来宾 将您的手 放到我们的启动小黑盒旁 好 我们可以稍稍聚拢一下 好 让我们现场和直播间的观众 一同倒计时三秒钟 共同点亮 三 二 一 点亮 好 让我们再次想起您的热情的掌声 同时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在Hourglass天猫小黑盒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雾光粉底液 开合首发的仪式现场 稍后在直播间当中 还有今天露露带给大家的亲笔签名照 我们看到啊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雾光粉底液 已经冉冉升起了 带给大家的清透的质感 还有像露露一样美丽的妆容 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呢 将您的手放到我们的小黑盒之上 一同看向官方摄影师来合影留念 好的 我们可以稍稍往舞台中间聚拢一下 好 请看官方摄影师 好 三 二 一 好 谢谢各位 现在请将我们的直播画面 转回到广州直播间 有请我们的各位来宾 一步向前一步 带来一张大合影 谢谢各位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zie